苹果也即将在10号举办新产品发表会 不过其他手机大厂像是Sony还有大陆的小米机也不想落后 最近就抢先推出了新机 一场手机大战正在上演 苹果新机即将在9月10号发表邀请函上写着 This should brighten everyone's day 也就是说这天将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光彩 但三星和索尼也没有闲着 已经抢先推出新产品 连对岸小米机也叙事待发 推出小米机3 一场手机大战正在上演 以天剑和屠龙刀到底谁厉害 各家手机业者推出新产品各有特色 互别苗头的意味浓厚 三星推出Galaxy Note 3 萤幕变大重量却变轻 而Sony推出Xperia Z1 则是集中在提升相机镜头画素 小米机3仍主打低价位高规格 至于苹果新机市场猜测 这次要推出iPhone 5C与5S 搭载新的iOS7作业系统 一并抢攻中低阶市场 目前iPhone 5C它最大的改变的话 还是在于说它才有缩胶格 然后它在颜色方面比较多元 目前整体看起来的话 可能离它的一个价位 或许可能吸引力我觉得 虽然会有但是可能不会像先前那样子 具有那样的一个注目的效果 三星 索尼 小米机和苹果都退出新机 2013年下半年的手机大战 究竟鹿死谁兽 就看消费者如何选择了 UDN TV 陈锡文 肖伯卿台北报道